那么今天我们想要带大家来看一间 1600方尺的中小型房子 这间房子是以简约式的设计手法来处理的 当我们移进到房子的时候 第一个看到的空间就是一个很宽敞的客厅 我们是采用了线条的美感 然后带出了很多简单 然后又让大家感觉到很大方的那种设计感觉 天花板我们就隐藏了一些轨道灯 让它有出一些不一样的设计感觉 厨房方面我们大胆地采用了暗色 来营造出一个浪漫的小厨房 采用了天然的食物 打造出一个能够迎合屋主生活习惯的吧台 我们也采用了一些镜子的材料 把视觉感都能够扩大了起来 因为这一个是比较小两口的情女的家 她们本身也是比较喜欢有私人空间 所以我们就把楼下的房间 就转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饭厅 让他们在没有用餐的时候 也可以有一个私人的空间 因为屋主的要求 他想要把格局都融为一体 所以我们把房间的墙壁打掉 变成一幅很大幅的玻璃 世界上就变得更宽大 在楼梯这部分呢 我们都是以白色为主 来设计出一个像是艺术馆一样的空间 加上我们选用的灯光呢 那整个效果就更加像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房子了 在主人房的设计概念呢 还是大胆地采用了黑色的墙 还有暗色的木纹来搭配 营造出一个简约但很有个性的一个睡房 整体上来说呢 以黑白配来打造出这个房子的设计 加上我们以阳光还有室内的灯光呢 整个房子就看起来有一丝丝的西方设计感 这一家带有艺术感的简约设计 会不会是你所向往的住家设计感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浏览我们的网站还有Facebook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